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 今天呢我回了一趟家 位于我们福建的泉州 那么在回家路上呢我发现了我们 我的老家竟然是福州和泉州的一个交界处 那我后面这一块就是我们泉州和福州一个界牌了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交界之处有什么不同 好的,大家快看 眼前这里呢就是福州市和泉州市的交界处了 那么远处这座山呢就是福州市的松口镇湖村 而我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泉州市的德化县水口镇 这个地方就是水口镇和松口镇的一个交界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交界处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这个界牌这边呢是写的福州界 那理论上在这边应该是福州界 哇,这里有一个很陡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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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 对,这里显示泉州界 那么两个界边中间呢是一条水沟 作为一个分界线 我目前看其实这两个市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整条马路的颜色还是几乎是一样的 网上有人说就是两个城市交界出它的马路呢 颜色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马路 颜色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厘青路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条马路非常干净 号称是我们福建山区的一条最美乡村公路 也是国道 我们现在沿着这条浅北往福州这个方向走一段 这个石头上面这一边呢写的是福州 然后下面呢是福州市的石树 楼树 然后我们反过来应该是泉州 我们来看看泉州市的一个地表建筑是啥 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 哦,大家快看 泉州这里下面的一个地标建筑呢就是著名的东西塔 唐朝时期的开源市东西塔 这边这里就是泉州市的地界了 两个城市的地理分界线 建的还是挺不错的 有这种城市景观 种了一些画画草草还是挺美的 旁边呢就是福州市的一条河流 大藏西 发源自我们福建泉州的带云山 然后现在我们往回走 再往前走一度呢就进入了泉州市的地界了 嗯 两个城市的这个马路颜色没太大区别 看来两座城市的这个发展视频 还是不相上下 不像以前我在内地看到两个省的那个道路都不一样 一边用水泥一边用沥青 好拍开 好拍摄 好拍摄 明镜需要听摄像 和 和